最新数据显示 在本地的建筑海市级加工业中 目前已有34000名客工完成冠病疫苗接种 另外8000名客工也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 那么对于在西亚乌兰客工宿舍出现感染群 当局指出17名已康复的客工正式确诊冠病 记者陈思玄报道 总理公署部长兼人力部和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医生 在记者会上表示 西亚乌兰客工宿舍爆发感染群 政府随即采取三大措施应对 包括隔离30名亲密接触者 对宿舍的1200名客工展开特别冠病检测 在这过程中 当局发现 17名冠病康复者经检测后呈阳性反应 他们已被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接受治疗 除了隔离宿舍客工 当局也限制客工的活动范围 直到检测结果出炉为止 陈诗龙医生也说 这几天出现的宿舍新病例 再次提醒大家必须保持警惕 并呼吁雇主和宿舍运营者继续同当局合作加强防疫 卫生部医药服务总监麦希薇副教授说 近期确实发现一些确诊冠病的宿舍客工 在完成接种疫苗后染病 卫生部相信他们多数是在疫苗还没真正发挥作用前就受到感染 感谢观看